北京冬奥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之后 不过有个东西一直引发大家的关注 就是选手们的国籍 被讨论最热烈的其中一位选手呢 就是气美仇中的滑雪好手古爱玲 古爱玲是为混血而在美国出生长大 2019年宣布入籍中国 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 而且在2月8日的滑雪项目中逆转胜夺下一斤 让中国的网友狂喊 YYDS就是永远的神 究竟这位被中国积称为白雪公主的女孩 是什么来头 大家好我是凯莉 欢迎收看本集的人物放大镜 我们先讲这次的比赛好了 2月8号古爱玲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的决赛中 前两跳表现稳定 不过名列第三 第三跳她直接首度挑战一个空翻旋转 1620度的高难度动作 结果成功落地 最后逆转胜 拿下她人生中的第一面冬奥金牌 这也是中国队时隔16年的冬奥雪上项目的第一基 让中国网友全部都疯了 说她是天才少女 那中共的宣传机器也全面启动 党媒口径一致 疯狂造神 今年才18岁的古爱玲 2003年出生在美国加州旧金山 父亲是美国人 母亲古艳 是中国人 但两人很早就离异了 古爱玲是妈妈和阿嬷带大的 但她的身父是谁 一家人却从未对外透露 也因此引发蛮多外界的揣测 而古阿嬷早年呢 是中国交通部的资深工程师 因此也有媒体称古爱玲是红三代 而古妈妈年轻的时候是滑雪教练 她在古爱玲才三个月大的时候 就把她抱去玩雪 在耳濡目染之下呢 古爱玲三岁就开始滑雪了 根据央视CCTV的资料 她8岁进入专业滑雪队训练 9岁拿下全美少年组滑雪冠军 11岁拿下全美13岁以下 波道障碍赛冠军 13岁为了实现参加冬奥会的梦想 提前参加成年组滑雪比赛 成绩惊人 可以说是天赋异禀 这个时候的古爱玲 其实还不算很有知名度 但中国倒是很早就向中她 2015年申请奥运成功之后呢 央视就找古爱玲拍纪录片 似乎想要把她打造成 东奥单言人大内宣人物 纪录片开头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爱玲 一个爱玩爱闹的中国女孩 强调她从小在美国长大 但自称中国女孩 每到假期就会回到中国旅游 还说她一直梦想加入中国国家队 征战2022北京冬奥 又到2019年6月 古爱玲就真的突然在Instagram上宣布 她决定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冬奥 希望借此激励母亲家乡的数百万年轻人 隔年2020年16岁的古爱玲 正式成为职业选手 其实也不过才两年前的事情哦 然后她就开始横扫各大赛事奖项 人气也水涨船高 古爱玲也不只是个滑雪高手而已哦 混血人的亮眼外形 让她从2019年起就一直是时尚宠儿 不仅是签约模特 还或代言众多国际品牌 包括这个LV啊 Tiffany 维多利亚的秘密 Red Bull 中国的凯迪拉克 还有瑞幸咖啡 知名时尚杂志 Ella Marie Claire Vogue 封面也都是她的脸 那根据广告行销公司 Campaign Asia的数据 光是在中国 古爱玲就有20多个干爹 中国移动代言赞助赚宝宝 一才全球报道 如今她的代言费 已经飙到250万美元 有业内人士估计 她去年全年的商业收入 就超过1亿人民币 但这可能还是稍嫌保守 中国新金报估计 光代言国爱玲去年 就赚了超过2亿人民币 可能成为仅次于日本 网球球星大阪之妹 和美国网球高手 小威廉斯的全球第三高 收入的女性运动员 虽然世界作人大 但国爱玲并没有因此荒废学业 竟然还是个超级天才学霸 她为了争取更多训练时间 高中早早就学完课 提前一年毕业 创下校时尚第一人 2020年9月在瑞士训练时 她还敢去参加俗称 美国联考的SAT 虽然迟斗 但是并没有影响考试心情 在满分1600分钟 拿下1580分 最后成功被美国史丹佛大学录取 预计今年秋季入学 作为一名在美国长大的女孩 国爱玲关心西方公共议题 但只要涉及中国 尤其是政治议题 她就会突然变得不沾锅 完全没有正面评论过 她过去曾经表达过 对BLM 黑人的命 也是命运动的支持 疫情爆发后 她也拿自己的精力当作例子 公开反对美国的反亚裔仇恨犯罪 说杀死更多的亚洲人 并不能杀死病毒 但不少媒体也注意到 对于中国打压维尔族 逮捕香港民主派示威人士 这些议题上 国爱玲都一直保持沉默 性别方面 这个国爱玲12岁就在演讲中 倡导性别平等 推动解决性别薪酬差距 她也曾多次谈到女性负权 在纪录片中强调 希望能激励更多的女性 投入体育运动 改变世界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也是她不断努力的目标 不过先前彭帅事件 闹得沸沸扬的时候 国爱玲却一声都没坑 只要问到偏政治性的问题 她都有办法转到 什么体育精神啦 自我突破啦 团结啦这种的回答 问到她怎么面对批评 她说 我没有在讨好任何人 只是在这里享受 美好生活的18岁女孩 别人高不高兴 不重要 不少中国网友大赞 但她年纪轻轻却对打如流 各种回答都超完美 但有不少人批评 她是利己主义者 想要在美中之间左右逢源 国爱玲一直刻意想 保持中立的双重身份 不过中国法律 明明就不承认双重国籍 如果要代表中国出赛 张力说她必须放弃美国籍 但只要有人问到她国籍问题 而且是非常直球的问她 她就回答说 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是美国人 但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是中国人 打死不说她到底放弃美国公民身份了没 尤其夺今后的赛后记者会上 她的回答更经典了 她说 我觉得体育可以团结所有人 体育不需要和国籍挂关系 我们所有的人在这里 就是为了希望可以不断地去拓展人类的极限 许多中国网友都一直觉得 哇她的回答好棒哦 展现高EQ 但我看了直觉 蛤到底在说什么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感谢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就会每天把重要新闻 包括这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玩错过了到LINE TODAY的国籍栏目里 就我们所有的报导 人物放断镜 我们下周日见 拜拜 by bwd6